哈囉各位,我是傑森 今天我想要來介紹一下我們家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跟台灣很不一樣 就是台灣就是大家都是一間一間透天 要不然就是大樓,但是這邊不一樣 那我住的地方是大樓嘛 它原本是一個廚房一個客廳 然後兩個房間,但它把那個客廳改成 變成房間,所以我們就是一個廚房三個房間 好,那我們先來看廚房 好,這邊都是廚房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這裡原本是客廳 但是它把它做那個擋板 它擋起來變成一個房間了 這邊是廚房的這個部分 大小大概是三坪左右吧,差不多 那這個呢,是烤箱 我蠻少在用 然後這個就是看得出來啦 就是黑金爐 那這個忽略一下,中午吃剩的 然後再來微波爐 他們這個微波爐也很酷 就是直接把它砍在這個櫃子裡面 然後後面在底下 很酷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很特別就是 整個都是櫃子 所以收納是我覺得蠻方便的 對,就整個都是櫃子 現在裡面都是很滿的啦 就是碗啊,餐具啊,一些有的沒的 OK 然後一個大冰箱 在這邊,很大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報告欄 就是有寫一些錢啊 我們要怎麼分錢 要怎麼平分這些吃的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就三個室友 OK,還有再來就是洗碗機 不過我們從來沒有用過 我們都純手洗 人工的還是比較乾淨一點 那這個地方就是放些 盤子啊,餐具啊 還有一大包的餅 這個地方是餐桌 四個人做而已 讓我們三個人 夠用啊 這蛋咖洗衣機 洗衣機在這個位置裡面 我藏起來 然後再洗棉被 現在再烘乾 那他們這邊也都是習慣的啊 下面洗衣機 然後上面烘乾機 就成了一處 再來就換我的房間給你們看 因為其他室友的 我就不拍了 那人家的房間 不要亂看 對,然後進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櫃子 你看這邊很多酒 但池都不是我喝的 都沒有喝剩的啊 我覺得就很漂亮 我就幫他買一買 對,那我覺得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這一支 這支是我自己買的啊 這酒蠻酷的 它是七薯帕 威士忌 七薯帕威士忌 蠻好喝的 我這地方也有一個 這是羅勒 在加拿大池 買不到九成塔 就用羅勒來代替 可是基本上它好像是同屬性的滋味 只是味道我覺得有點不一樣 但他怕陽光 所以我把它放裡面 再來這邊就是我的床 我原本有床架啦 但是 因為它這個地方 位置比較小 我每次要走過去那邊都會被撞到 之前撞一次流血 我就把床架整個都給拆了 這邊齁 就是我 平常做影片啊 還是發呆啦 就是在這個地方 再來是衣櫃啦 這衣櫃 很大喔 超級大 不過 裡面也是有點亂喔 我就不想打開了 我們看一下廁所 廁所就 長這樣子 對的 一個洗手台 一個馬桶 一個洗澡的 廁所不都長這樣嗎 好像也是 洗澡的時候 這個水很小 坐在馬桶上拍給你們看 這個水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大 它是它換上去之後這個 你看它的水 好像在尿尿一樣 所以洗澡的時候就是洗比較久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陽台長怎樣 陽台是一個很漂亮的風景區 唉唷 搞什麼 等一下喔 我的鞋子被曬到變形了耶 怎麼會這樣 喂這拖鞋新的耶 怎麼放 沒幾天就變形了 你們看 這一整個變形了耶 哇我的頭鞋壞了 怎麼會這樣 連拖都好難拖喔 唉唷 這整個 板型都跑掉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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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 台灣道地藍白拖 好的繼續 這是我平常都會在這發呆 那晚上不會啊 晚上特別冷 就沒有跑出來 這時候 晒晒態還蠻好的 哇這 頭那太多了 這條線齁 是因為那邊是女室友 我們就把它隔起來 這樣可以 讓人家不要走過去 會比較好一點 OK 然後 今天他不在家 我想讓你們看一下 那邊的風景 那邊風景很漂亮 讓你們看一下 這地方風景蠻好的 能看到 然後 就是整個都是山 我之前拍那個滑雪影片 就是在這個地方拍的 好的啊 那我們影片介紹完了 謝謝你看我這個 不專業的 房子介紹 好不好 那就這樣啦 掰掰 你看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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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